哈喽大家好,今天为大家带来曙光DLC从开荒到退更系列第四集,操虫棍 一开始我确实没有想到虫棍这么火热 各个平台的水友都在疯狂的催更 好了好了,这不就来了吗 作为一把物理武器,虫棍的配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,没有太多花头 进入大师任务之后,使用我们本体的天会套加迅龙和开荒 一直到M2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过程中我们逐渐攒出这样一套装备 到了M3把迅龙打掉,直接把我们的迅龙棍子升级一下 虫子这边个人还是比较推荐,也比较习惯用这个共动蝗虫 它比较稳定,是非常百搭的选择 新的粉尘虫呢,比较推荐这一只 可以用来打一些肉质不好的一些粪冠 这套装备的技能啊,算是比较全了 而且本身会心已经非常高了 不时呢,直接拿来补超会心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继续开荒,在M4到M5的过程中,过渡到这样一身 首先呢,武器方面,这个迅龙棍子我们已经用了一万年 换换口味,这个黑丝棍我觉得就挺不错 自带20%会心,搭配这一身的装备可以达到百会 不时补超会心和达人翼 当然呢,武器你也可以换成冰狼棍啊 或者是这个绝阴龙棍子都可以用,你自己喜欢就好 这一身装备一路达到解禁 杀掉明渊龙之后,逐渐替换成这身毕业装备 明渊棍虽然负会心很多 但是面板和斩位比较优秀 就是我们的第一把耳石棍子,还是值得一做的 达人翼的话呢,出不出都行 护石可以拿来补攻击和超会心 这一身15%的面板会心 搭配钢魂珠和战斗猫也很容易达到百会 最后啊,毕业武器个人比较推荐激昂金狮子棍 长子盏加上优秀的孔位 让我们的配装更加舒适 护石各位可以选择堆满达人翼 或者继续出攻击,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好了,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留下关注三连,我们下次再见